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众多领域深入应用 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网络攻击手段进化 数据保护难度升级 全国众协委员 前一期董事长齐向东 日先接受记者专访时 展望2024年网络安全产业发展 预测会呈现五大趋势 那么第一是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防护体系标准升级 二是以防范求财为目的的勒索攻击 已然是未来艰巨的任务 三是云平台漏洞和后门造成的事故频发 那么客户云平台安全公司三方制衡的机制 将成为趋势 四是零信任体系应对复杂网络攻击的作用 得到充分的验证 五是工房双方将在AI另一方面展开竞赛 中共二十大报告要求 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并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齐向东称 这表明全社会范围内的数字化建设 将持续深入推进 网络安全作为数字社会的底板工程 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可以说未来数字化的规模有多大 网络安全产业的发展空间就有多大 我们不能再用老眼光看新事物 网络安全早已经不是防火墙加杀毒软件 体系化的安全需求迎来爆炸式增长 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 网络安全投资占IT总投资 占比10%以上才能起到支撑数字化业务的作用 目前我国的占比还不到3% 网络安全产业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那么去待全社会能够进一步提高 网络安全投入占比 今年参加全国两会 齐向东最关注新制生产力 他期待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可以听到关于加快培育新制生产力的 见解和措施 那么今年两会我最关注的是新制生产力 新制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 关键在制优 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那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 也是技术应用和产业提升的主体 只有把高质量发展这个硬道理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才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行稳支援 期待在今年两会上能够听到 关于加快培育新制生产力的 见解和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